从火锅里捞起钢薯熟的新鲜鲍鱼 一口咬下软嫩油Q弹 像这样的海鲜火锅大餐 现在也成了维闻远景辛劳的家财料理 基隆师景局三分局 为了帮同仁温暖一下疲憊的身心 就准备了满满一大桌澎湃的海鲜火锅料 让同仁个个是大饱口福 这是我从景两年多来 第一次在派出所吃到这么好的中餐 竟然有龙虾干贝 分局里远景围成一圈 大家边吃边喊赞 看看这豪华菜色有龙虾味肥猪虾 牛蹄蟹干贝还有花植蟹味棒 满满各式海鲜 让远景细称这根本就是名副其实的 海鲜痛风国 如果要吃这么好的话 应该要五六千块跑不掉吧 而且你可以无限吃 就是有点吃到饱的感觉 下菜火时连民众也看了羡慕 也让远景办案更有冲劲 像是三分局远景陈一杰 为了办案连续22个小时没有合眼 也果然顺利一举破获窃盗集团 远景吃得好吃得饱 办起案子也更有拼劲 再看看这一大桌满满海鲜 夹菜料理 远景吃得开心 辛苦执行的辛劳 也早已经忘在脑后 记者朱立荣聊一致 基隆报道